哈喽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是要解说 新集的巨人第十四集第四集 片段中,为什么艾伦会打打的好朋友阿明 几颗胡椒巨人沙里威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由于地质的原因,第十四集被延迟至一个星期后 所以这个星期推出的有十四集和十五集一起 不过,今天这个视频先解说第十四集 为什么艾伦他会讨厌三里 弗洛克,他已经陷入疯狂的程度了 第十四集的标题叫做暴恶 这标题可能是本集中最适合的标题了 因为这一集中我们会看到暴力和暴动 画面一开始是艾伦突然来到房间 他叫三里阿明坐下,还有甲壁也是 他是不知情到底发生什么了 自从艾伦独自前往马来 他们就一直都没有好好地谈过了 艾伦叫大家把手放在桌上 但艾伦的手已经有伤口在流血 这意味着他可以随时变成巨人 这情况更像是威胁他们当做人质 而不是一个舒适的会谈 到目前为止 所有人推断艾伦一定是受到极客的控制 但艾伦否决了他们的想法 他说自己是自由的人 不论做出什么决定都有我自由决定 根据第十五集的内容 我知道艾伦说的是真的 因为我们看到他不受极客的控制 而他是自愿执行计划 艾伦和极客的计划是阻止艾尔迪亚人繁殖 只要他们接触后才能这样做 因为艾伦可以使用死者巨人的力量 无需任何冲突就可使艾尔迪亚人灭后代 但为了实现这一计划 艾伦必须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 接下来 在艾伦和他们的对话中非常不愉快 我稍后会解释 为什么他对阿民和珊妮那么无力 在艾伦和极客的谈话内容中 他得知了阿卡曼一族的知识 以及贝尔托特的记忆如何影响阿民 艾伦告诉珊妮 之所以如此强大 是因为阿卡曼的基因血统 珊妮的力量被弃火 是杀了绑架放的那天 是艾伦造成的 他并立珊妮战斗 那个瞬间 珊妮的本人苏醒 阿卡曼一族是艾尔迪亚王制造出来的 他们生出来就是为了保护他人 艾伦告诉珊妮 那时候产生错觉 偶然把艾伦当成应该保护的主人 这些年来珊妮对艾伦的依恋 并不是出自于自由意志 而是由他DNA控制 艾伦说出一些让珊妮不舒服的话 但在DNA遗传上 珊妮是无法攻击艾伦 珊妮的眼神已经迷失了 艾伦还说出 他从小就讨厌珊妮了 说实话 看到艾伦说出这样的话 还真觉得他疯的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之前的片段 很明显艾伦在说谎 谁会徒手阻止 就能攻击他讨厌的人啊 现在问题是他对朋友 撒谎和侮辱他们是要得到什么 我记得可能是艾伦试图将他们推开 艾伦打中心底知道 他的朋友是不会支持他打算做的事情 因此 为了将他们推开 他才可以鉴定自己的决心继续前进 皮克西斯在前几集中和艾伦娜谈话时 说到一句话 他说如何巧妙地撒谎 就是将事实穿插入谎言中 艾伦说出实话和艾伦会面过 但皮克西斯知道 艾伦娜在当中有撒谎 到极客那边 极客撒谎说 艾伦能吸入脊椎液之后就会瘫痪 所以没有人注意到红酒会有事情 然后到艾伦 他说了很多好像真的事情 但他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无法确信来言 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杉利的头痛 他说这头痛 是因为杉利自我试图抵抗被控制的结果 但是如果那是真的话 我们不曾听肯尼还是李维说过 艾伦到现在都还有去地下室 探湾在水平中的艾伦 艾伦告诉他会一直去找艾伦 是因为这是贝尔托特的记忆 不过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重要了 因为无论哪种方式 艾伦都坚决自己好朋友保持距离 目的是让自己更加坚强下去 之前艾伦也没有对他们表现出仇恨 但是今天他突然对阿民和杉利说 他讨厌那些没有自有意志的人 所以艾伦的前后个性有些矛盾 很明显他是故意的 艾伦继续地讽刺杉利 导致阿民忍不住对艾伦的脸上出拳 我觉得是艾伦故意引发阿民生气 艾伦还是要继续给阿民上一堂课 艾伦不费摧毁之力躲开阿民的拳头 轮到艾伦反击的时候 他毫不保留地出拳打阿民 艾伦家手下把阿民、杉利还有贾币带走 接下来他们要去西干西那区 我们知道 接下来西干西那区是艾伦和极客要会面的地方 现在画面来到森林 李维已经准备要把极客给砍了 李维不想跟随他们的计划 让军队的人吃掉艾伦 他想要做做 随便一个耶格尔派的人变成巨人 然后吃掉极客 李维这个想法很不好 因为如果将野兽巨人给了没有王家血统的人 这样就无法发动地鸣了 如果世界的人开始袭击帕拉底岛 帕拉底岛可是完全没有胜算 在我看来 李维如此冲动的想法是 因为答应过艾伦要击败野兽巨人 李维将自己的情绪放在第一 而不是艾伦迪尔人的存亡放在第一 当吉克一直重复读他的书时 他已经计划逃脱 他问李维还有没有剩下的红酒 当知道红酒已经被喝完了 这意味着 他随时可以将这里的三十名士兵变成巨人 过后当李维转身 吉克把腿逃跑同时 他发出尖叫 把李维在这里的所有部下变成巨人 在帕拉底岛有喝过红酒的人 他们身体里有电流经过 他们没有变成巨人 是因为和吉克有距离 在过去中 吉克创造的巨人都是普通巨人 但是在这一次中 他们有点不一样了 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还会爬速 吉克就是为了弄死李维才创造不同的巨人 李维他不想杀死自己的部下 但是当他退到一个角落时 没办法之下 唯有将他们给解决 吉克利用其中一个巨人搭便车 另两个则是跟着后背有什么情况发生 吉克要逃出生年去和艾伦会面 但吉克没想到 上帝模式的李维已经来到他面前 吉克赶紧变成野兽巨人 但吉克还是没有胜算赢李维 尽管野兽巨人外观看起来像是猴子 但他没有任何技术爬速和敏捷伸手跳动 这意味着他被困在地下 而李维可以自由在他周围回旋 因此李维可以在术后 躲避吉克向他投资的东西 李维砍断树枝然后躲在后面 遮挡了吉克的视线 此外该地区没有岩石 所以野兽巨人捏碎身旁的巨人 利用巨人身体碎片投向李维 从头到尾 李维一直控制着这场战斗 李维的雷强一口气刺穿野兽巨人的颈备 在之前兵长砍头桥段时 李维的速度极快 导致吉克没有足够的时间硬化颈备 学会教训的吉克 在这一次已经硬化颈备 不过还是没有 雷强赤路引爆把吉克炸出来 他出来的时候似乎看起来要死掉的样子了 但李维没打算补刀 暂时留下他的性命 现在大多数行兵都希望 耶格尔派夺取挣钱 因为先有的军事领导太落后的想法了 在这个场景中我们看到这一点 教官夏迪斯坚持认为 所有性兵必须学会斩杀巨人的知识 因为现在目前岛上主要威胁的是外部世界的人 所有性兵认为他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 许多性兵对他不抱有信心 突然耶格尔派从大门出来 弗洛克开枪给出警告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招募一些性兵加入耶格尔派 当一些性兵开始效忠并加入时 弗洛克命令性兵殴倒教官夏迪斯 这是考验他们的决心 不打算殴打教官夏迪斯的人将会被抓进监狱 来到李维那边 他以一种天才的方式将吉克困住 如果吉克移动脖子 那么这条线会引爆插在肚子里的雷枪 李维继续的折磨吉克 把他的腿慢慢切割 要不是这样做 吉克就会变成巨人 吉克被折磨到半死了 他问李维他的眼睛呢 这时吉克回忆小时候 我们看到小孩的吉克正在和人玩投球 这个人是前人野兽巨人去沉着 关于这个人 我会在解说第十五话中说 目前所知道的事情都在这一期说了 你们对这一期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 拜拜 拜拜